对本章作为一个总结 本章内容非常非常多 我也准备了非常多 大家学的音乐也是比较 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很枯燥很累的 这种感觉 就是前面内容太多 造现在也没有接触到真正的实践的部分 但是我们不得不说 就是前面内容太多 只能这么说 没有一句废话 对吧 所以说越是枯燥的一个过程 可能越是你需要学习 或需要进步的一个阶段 这个没有办法 学习就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 但是痛苦的基础上 我们能找到一个比较 就是比较有效的一种方式 或者说一种少走弯路的方式 我觉得还是值得庆幸的 就是把我们所学的知识都一次性学完 然后虽然花了点精力 虽然说过程比较长 虽然说还是稍微有点枯燥 但是我们接下来再走的路 可能会稍微顺一些 OK 那我们就对本章做一个总结吧 虽然说内容比较多 首先我们介绍技术选行的概述 对吧 我们介绍了有哪些技术选行 然后呢 知识点介绍 这块花的时间是比较长的 我们对每个知识点都做了详细的介绍 最后呢 好歹我们还是产出了一个 Core2的开发环境 就是在这个开发环境上 我们现在就可以展开手段去 开始大干一场 就是把我们的这个 实战真的做起来 OK 就是选行概述呢 我们当时选的是 从Core2和XX和X来选的 最终选择了Core2 因为Core2是最适合我们学习 也是最适合做一步编程的一个框架 然后数据库选行 最终选了MySQL MySQL相比猫果DB来说 一个优势 就是说它在企业应用中 更加广泛 而且就是用的更加多一些 然后认为也成为更加低一些 然后最终选了Session 因为Session的应用 也更加广泛一些 因为我们在 不管是MySQL还是Session 这两个 我之前说过 我们学习的东西 是要用起来的 我们不是要 必须要追新啊 追企业啊 追一些什么 别人不知道的东西 追一些有用的东西 对吧 就是大家真正互用的东西 这样的话 它有价值啊 再往下 是前段一面 我们用了EGS引擎 EGS后段摸摸引擎 这个大家也知道什么意思 非常简单 对吧 用这个的原因呢 就是它 首先它后段摸摸引擎 本来就是我们做Session 需要掌握的一个知识 对吧 然后呢 它还比较简单 就是我们学习啊 的成本也还比较低一些 所以说相对于 前面的框架来说呢 就是 如果用这个奖的话 它就会有点 全面躲住的意思 就是我们这儿是 讲到的EGS可胜 如果说我们用这个奖的话 那我们本章的这个 知识点介绍 估计还得再翻一个 对吧 大家有这个感觉 对吧 反正说就会用Redis 这个应该没有什么意义 反正S是用Gest 这个也没有问题 好 知识点介绍 首先Core2和EGS 我们创建了Core2的环境 然后我们介绍了 编辑结构 以及它 模仁安装的插件 然后EGS的一些语法 变量怎么传递 然后怎么做判断 怎么做循环 怎么引用那个插件 怎么往插件中传递参数 对吧 MySQL和SQLize 这块花的时间 也比较长一些 我们介绍MySQL的一些 基本使用 以及外件和连秒查询 SQLize这块花的时间 感觉是应该是最长的 因为它也是最重要的 当时我们记得 我们还用这个Java的 这个SprayMC 和Harbin的这个工具 来做对比 就证明这个ORM框架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 我们讲了速度化实力 讲了建模 讲了创建 就是增量改查 然后还讲了这个 数据之间的关联关系 和连秒查询 Redis Redis我们做了基本的讲解 和基本工具的一个 编曲的一个使用 Cookie和Session 也是做了一个讲解 做了一个核心知识的串讲 以及我们讲了 如何在Core2中 把这个Cookie和Session用起来 然后Gest 我们也做了一个 简单的一个演示 就是以及Gest 如何测试ATP的一个接口 这些东西都是我们 接下来要 马上就要用的一些东西 然后最后我们还补充了 JWT的一个介绍和演示 虽然说我们现在不用JWT 但是我觉得JWT还是 相对来说还是稍微重要一些的 从技术上来说 所以说我们要补充一下 然后做了一个demo 就是演示了一下 我们将怎么通过JWT这个能力 来实现登录和用户信息的验证 最后Core2环境的开发 配置了YesLint 然后介绍了一个Instagram 调试的一种方式 最后是把404页和操纹页都给写上 就是到现在为止 我们Core2环境都已经处备完了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做 真正的做项目了 真正的开启和项目有关的东西 就不会那么枯燥了 因为我们到现在为止 确实是讲的 没有和项目相关的东西 全世界知识啊 技术相关的东西 可能会稍微一点枯燥 但是往后不会再枯燥了 往后就会 我们一步一步把我们的这个项目 给搭建起来 当然下一章 不会定码写代码 我们下一章要做什么呢 我们要做一个整体的技术方案设计 就我们先把这个项目设计一下 再去做对吧 我们先抬头看一看 然后再低头走路 我们先抬头看一看